郭文貴議員 一直到现在 总共这张表列出你有N次 就说你要下台 要辞职的这个 很多次的表述 就10月份的这个美国牛的事件 然后再来3月8号的这个健保调长的事件 然后这件 而且你那时候还讲了说 最后变成说只好脸皮厚一点 再多留任一个会期 那到今年的8月24号 又因为这个二代健保立法院 这个临时会闯关失败的时候 你还说这冰箱中有瓶香冰 等到离职那一天就可以开香冰庆祝 我不知道你的那瓶香冰 还有没有在你们家冰箱 然后再到最近的这个超级细菌 你又再讲到 就是说愿意拿这个 如果说疫情控制 有什么问题的话 愿意拿你的乌纱帽来做担保 那我想这个署长 曾经这个记者打电话问我说对于署长说要辞职下台不干了这样有什么看法 我说这这还有什么好这有什么好讲 他不是像放羊的孩子讲了很多次了吗 署长我想我在这里提醒你 那个记者问我说如果是这个疫情完全不能控制那谁该负责 那本来就应该负责啊 我想负责任负责任有很多种方式啦 你若好带领整个卫生署的团队把事情做好的话 我想这也是一个负责任 而且更是我们大家更乐意见到一个负责任的方式 而不是动不动就说要辞职拍拍屁股走人 他问我说都做不好 做不好当然要走人啦 但是我问题是署长如果你老是有这个念头存在的时候 我说你老是有这种念头存在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全力往前冲嘛 我相信我的同仁认为我是全力 我想署长重点是我希望我们也不要浪费时间再讨论你的去留 这个不重要 这个我想重点是我希望你真的是全心全意带着卫生署同仁能够全力往前冲 而不是花时间然后还丢出议题 你也知道你是新闻人物嘛 大家都很喜欢讨论你的去留 你就不要动不动把这件事情挂在嘴边嘛 我接受 这样也会浪费我们的美女的反面嘛 我接受你的指教 好 好 谢谢 我接受你的指教嘛 那我们就不要讨论这个问题 谢谢 接下来我想请那个我们的苏钱局长 能够请教您几个问题 OK 那请 苏钱局长 苏长有讲到说这个MDM1 这样子的一个 对不起 我时间是不是暂停一下 好 那个杨苏长要先行离开了 因为有答应他三点半开重要的会 那请苏长要养经虚烈去对抗超级大细菌 那个再进行各位 我们的机管局的副局长 刚才有讲说他也三点半一个蛮重要的会 各位委员是不是准许他先行离开 主席我是不是可以问完他再走啊 OK 陈委员是希望问完他再走 各位在场委员有没有其他意见 没有了 好 那谢谢 那继续 苏长说MDM1这样子的一个病例 这样一个事件 隔离 隔离没有必要 那么医院才是最严重传染的地方 那么 那个苏钱局长刚好就说这个看法是相反吗 那我想这个部分 是不是能够 我时间让你有比较充裕的说明 因为毕竟你刚刚说隔离不一定在一定要在医院或在家里 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就是说好像我们的政府教导我们 应该要有怎么做怎么样的隔离会比较好 谢谢 我想这对一个国外引进的新的病菌 病原菌在台湾的防疫策略一定是要隔离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隔离我们在医院是一个办法 我们在SARS的时候 那么也有一些是在比较好的一个环境 让病人住的比较舒服在隔离 但是隔离是一个专业定义 不是说 说那么病人他可以自己在家里走去哪里买报纸 或者是什么这个住主管理 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像这个部分我们的定义就是不要让这一只续菌 进到去传染到我们的环境 然后或者是污染出去 这个是关键的点 我整个的关心的是这一点而已 那么你如果这个没有做到 他回去的时候 那么其实即使在家里 那么他很多污染那个环境 他没有做好 那么这个部分就是这一只续菌 就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出去了 出去了 散步出去了 那散步出去并不是他会死掉 而是这个续菌常常 譬如说假设这个是KP菌的时候 或者E coli的菌的时候 有带有这个基因的时候 它到我们环境是会跳到其他的续菌去了 是随时都机会就这样跳过去的 这个现在这只菌已经初步的研究已经出来 已经是感染了很多的不同的菌已经确诊了 所以这个部分进到环境的时候 我们就非常难展控 所以我常常讲第一个本土病例 跟第一个国外移者病例的处理的方式 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不知道 我一直在过去一直在强调这一点 我不晓得大家都没有把我这个point抓住在这个地方 那么好 如果是本土病例的第一例跟第二例跟第三例 出来我们要不要隔离 这个每个国家的做法确实会有不一样 但是你用不同的规格在做这个感攻创施 你得到的结果就不一样 我提一个例子 MISA在那个荷兰 在荷兰的时候 他们采取高规格 所有侦测到病人的MISA 金黄社葡萄丘境这个高层抗药的细境的时候 荷兰就隔离 结果荷兰的MISA比例是三个percent 那么加拿大是采取第二高规格的 加拿大抗药菌的比例是12个percent 美国没有这么严谨 美国是三十几个percent 那台湾都没有去控制这里 我们当然是在加护变化有在强调这个区块 台湾是70个percent 所以你做什么方法 在感控措施做什么方法 你得到就什么结果 这个没有对错 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没有对错 所以在我也很高兴刚才局长也说 很高兴今天抗药性被大家重视 其实国家卫生研究院过去十几年做这个区块 那么也在一二零零六年给卫生室一个白皮石怎么样控制这个部分 那已经我们国卫院已经做到 做到说明年预算被砍了十几个percent 是不是要把这个计划停下来 所以所以我们也很乐见说大家在重视这个 这个细境抗药性 卫生下水道跟自来水这个部分就没有问题 那 就是说到底这个自行在家里隔离这个排泄物 你如果上大号 那马桶冲下去以后 这样子到底会不会污染或传染到其他的地方 在国家卫生研究院在十年内其实我们做了非常多的这个研究 跟农委会合作的计划 那个这个是一个只要你从环境污染下去 在下水道出去的时候 那这个下水道续境之间就传来传去了 所以鱼就在吃这个续境 我们人吃鱼或者是动物吃 那这个就是一个生物链 所以我们到最后所谓的社区的感染的抗药性 台湾现在MIS有多少 40到50个percent 对所以按照您这样回答 就是说现在目前这名患者在家里自行隔离的话 那么它的这个就是说排泄物的部分 那经过这个下水道化分池之后 还是有机会会感染到其他的地方 主要在环境散布出去 大概就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想我这个完全是国家卫生研究院也好 或者我现在承代也好 我们都是用学者的身份提出见面 那到最后卫生署要怎么做 我想我们就是学者提出 好我想也许后面 谢谢苏田局长 您请坐 我想那个我提出来这个下 这个就是说患者这个排泄物的清理的问题 那么待会那个也许后面有那个委员会接着问 那我想先请那个副副局长 副局长在你们的这个新闻稿当中 而且还有在记者会当中 你很清楚的告诉所有的媒体 今天这个NDM1的第一例是由这个印度出外景重担的新闻从业人员带回来 那么我想这么详细的描述 没有违反医师法吗 没有违反传染病防治法吗 跟委员报告哈 这个案子是非常特殊的案子 也就是说 因为个案本身他回国的时候是敲锣打鼓 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个案子 他回来他是因为重担 他重担回来敲锣打鼓 没错 谁重担 你说他自己回来重担敲锣打鼓的回来 没错 你还说没错 所以人家好就算人家敲锣打鼓回来 你回来你再帮人家再敲锣打鼓一次 这样对吗 但是你副局长应该 你副局长应该有的态度吗 你应该请我讲哈 所以以台湾的生态而言哈 我们只要公布这一个说有一个NDM1的个案 台湾的媒体都有能力知道就是谁啦 与其让他这样子被动的曝光 而且被认为是一样 所以你主动出击 所以我们告诉大家 所以我们跟个案 我们跟个案先到隔离病房跟他沟通 哈 也获得他的同意 好我想委员可能你不知道 我到了隔离病房跟他谈了半个多小时 哈 跟他告诉他说 政府需要公布这么一个 首度发现这株菌的一个个案 那但是这么一讲的时候 大家就会指向 各案你那你有什么样的困难 上媒体 不是我看的 好 对跟你无关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讲 我告诉你 我从H1N1的时候 我就很注意你了 谢谢委员 当时立委开记者会 你不搞清楚我们记者会的内容 你马胖 你们集管局去跟那个媒体讲说 我们搞乌龙 我们哪一点搞乌龙 没有我从未说过这样子的话 哈 没有你敢讲 然后你在你还在媒体要不要我掉带子出来给你看 你还在轻跳说 如果委员有不了解的地方 好怎么样 或怎么样就应该 好去问谁 我们还要你交吗 我们不敢 所以从H1N1的例子开始到今天这个案例 我觉得你的专业性 这个道德的部分 我觉得你应该要好好的再重新检讨 委员的意见我会检讨 谢谢 好 我们时间